没错又去约胖女 没错我又去约胖 哇靠那么多的经过 我都想咬一咬 偷藏经过的人 就是这位以前在屏东地检署 当过检察官人称永简 现在转当律师的阿佣 阿佣已婚 老婆日本人 还有两个女儿 曾经自己跑去做婚姻忠诚度测谎 然后得到最高分 说自己好棒棒好忠诚 嘿嘿 结果遇到这位委托人之后 他竟然提出要做爱来顶律师费 从此阿佣打开心中的潘朵拉盒子 一花不可收拾 那个时候因为他本身就是 从事那个行业的 他是有问我问题 然后我有付钱给他 作为那个 性交易的代价 阿佣说得这么不清不楚 其实事件还原 这位委托人会找上阿佣 完全是因为他跟男友一起开了应招站 男友被积压 为了帮男友 他就这样找上了阿佣 但是委托人没钱啊 东凑西凑只拿得出两万块 但是阿佣开价要六万块 钱不够该怎么办呢 阿佣竟然跟他说 我以前当检察官的时候 都不能叫小姐 也不能到处喝酒耶 到底你们小姐 都是怎么服务客人的啊 而且我老婆都没有帮我口交过 我对这个很有幻想耶 只要跟我交往 就可以算你便宜一点哦 对这个其实想要帮男友交往 然后 真的是破云的 太呆了 太呆了 你要我帮你写答片创 顺便晚上陪我睡吧 你都会把住我邪恶的欲望 我会中途的 委托人就这样 前前后后跟阿佣上船了八次 也跟阿佣交往了起来 但没想到剧情急转之下 某天阿佣不知道去哪里 听说委托人之前曾经当小三 然后拿着威胁别人说要一百万 阿佣吓到了 从此开始拒接委托人的电话 还跟委托人的朋友大讲这件事 委托人一气之下 决定要跟阿佣妨碍名誉 没想到阿佣脑筋动超快 他直接跟他的日本老婆 谈成这件事 让老婆来告他和委托人通奸 然后老婆再对他撤诉 只告委托人这样 更衰的是 委托人还发现 他跟男友的案子在台中地院审理 但阿佣根本就没有在台中律师公会登陆 所以阿佣根本就没办法在台中打官司 整个就是被骗传咯 那我又会被骗传咯 不要太多了 我又会被骗传咯 我又会被骗传咯 你又会被骗传咯